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医生 人到中年以后呢,除了身材发福不好控制以外 还有一种我们无法控制的现象,就是开始出现白头发 而且呢,有着越来越多的趋势 难道刚过中年的我们就已经老了吗? 除了年龄的增长以外呢,还有哪些因素影响着我们头发颜色的变化呢? 其实白头发的出现除了和年龄有关之外呢 还有很多的影响因素 比如说遗传或者精神因素 或者是和某些微量元素缺乏呢,也有着一定的关联性 第一呢,就是维生素B组 那么B组维生素啊,它属于维生素组的一种 那么这种水溶性的维生素 包括维生素B1,维生素B2,B3,B5,B6,B9,以及B12等等 而这类维生素呢,在我们身体当中呢 虽然说含量很微小 但是呢,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属于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之一 它们不仅能够参与机体的蛋白质、糖的一个代谢 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作用 就是黑色素的生成 要知道我们的头发变白呢 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体内黑色素的缺乏 而B组维生素呢,一旦出现了缺乏的现象 那么就会直接影响黑色素细胞分泌 黑色素的一个功能 从而出现一个白发的现象 第二呢,就是铜和铁元素 除了维生素的缺乏会导致头发变白以外呢 还有一类元素也会对其有所影响 那就是铁元素和铜元素 铁元素呢,是维持生命健康延续的一个重要元素 它不仅能够将氧气输送到身体各处 还能够参与到血红素和肌红蛋白的制造 那么铜元素在人体当中的含量啊,虽然微少 但是呢,作用是至少重要的 如果身体内缺乏呢,铜元素不足 就会直接影响到辅助的造血功能 也就是呢,影响到了身体血红蛋白的合成 那么最为直接的影响呢 就是骨骼障碍的生成 最终啊,造成骨质疏松现象的产生 另外呢,铜元素的缺失啊 还会导致脱发症和白化病的产生 也就是说呢,会直接影响到黑色素的形成 最终啊,形成白发 那我们今天的健康分享呢就到这里 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我们下期再见